很多很多的职场创业者 他遇到很多很多的磨难 但是最痛苦的磨难 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 他说我做这件事情 能力不行我赚不到钱 我认了呀 我努力了呀 然后呢也不是什么呢 也不是竞争对手太强大 让自己的痛苦 不是这样的 那人家有本事啊 那人家做的 也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 这是合理合法合情合意的呀 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呀 是你身边朋友的背叛 是你身边闺蜜的伤害 是那些哥们之间 背后之间的捅刀子 可是啊 当时你忍了 为什么忍啊 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 然后呢过了一年之后的话呢 你慢慢慢慢的 你已经放弃了 你放弃了对他的仇恨了 那有人说了 说你真的有那么多的这种心怀吗 这不是心怀 这哪是心怀呀 不是原谅了 是算了吧 不是原谅他了 是放了自己了 因为你想想这里面啊 有一个逻辑 打个比方 如果他过得比你好 你会原谅他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问问自己的问题 如果那个背叛你的人 那个捅刀子的一个人 然后呢 比你还要好 你会原谅他吗 比如说吧 说你现在日子过得不好了 就是因为他的背叛 你日子过得不好了 饭都吃不上了 而他是一个企业家 你认为你会原谅他吗 我相信不会吧 你一定会找他麻烦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报复的代价要比他所付出承担的 要什么 要小 这就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系列的什么 重大事件了 但可是你会发现 那些啊 背叛 打击 说三道四 投毒的人 基本上下场都不会比你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社会现象当中真的就是这样 说他背叛了你 那他的命运还不如你好呢 你过一年两年 你就缓过来了 你看我身边也有背叛我的 我真的缓了三年 我缓不过来 我就是这样思维 他要比我好 你看呢 我非得非得弄弄他 可是我发现什么呢 他都不比我强 那你想想 那我就算了吧 是放了自己 你比他还强 你跟他扯什么呀 你只能远离他吗 但这种远离啊 不是原谅 是算了 是放过自己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我为什么要相信 当年的他呢 你看看他背叛了我 他也没起来呀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痛苦啊 都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 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 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 我们的幸福感就多一点 然后我们经历 经历就会更加集中一点啊 所以呢 我们的暴怒呢 就会更加少一点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所有创业者和正在创业路上 正在啊 内心当中摔得痛的那些朋友当中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其实啊 我们这这么多年啊 在商业过程当中 关于人民币的问题啊 在人民币面前变成动物的问题 做错事的问题啊 很多很多 我们经历过的人和事情太多了 其实要告诉自己一句话 一定要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交流 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合作 那样你才能什么 才不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说你成为受害者 是因为他比你不如你吗 你就成为一个受害者 但有一天 你那些合伙人都比你强啊 那么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你 但相对来说 相对于跟一个不比自己强的人的受害者 那还能够得到明和力吧 但你可比别人强 人家说好了算了红客 我给你个十万二十万的 对吧 你是受害了吧 但是总比什么 总比你跟那些垃圾吧 你得给人家钱 或者被别人骗钱 要强的多吧 所以放下自己的仇恨 努力的来结交自己更高层次的那些人 才是我们创业者内心当中 一个什么 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放手吧 放生自己 这段话大家怎么理解的呢 谢谢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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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队